台湾蓝雀的蛋经过17到19天的孵化 雏鸟便陆续破壳而出 雏鸟刚孵出的头几天 大部分仍是由雌鸟负责照顾 雄鸟及帮手还是和复旦时期一样 仍会提供雌鸟食物 当他们带食物来到巢边时 会先将部分食物给雌鸟 然后再由雌鸟转位给雏鸟 或自己直接把食物喂给雏鸟 喂完食物后 青鸟及帮手会在巢边等待雏鸟排便 再把粪便带走 这个阶段 雏鸟所排出的粪便 会被一种透明的粘膜包着 被称为粪囊 青鸟有时也会将它吃掉 有时则将它飘出巢外丢弃 以保持巢内的清洁 随后 死鸟仍可复旦时期一样 为幼鸟保温 台湾蓝雀在喂养雏鸟期间 主要以肉类雷食 台湾蓝雀处理食物的方式 和其他肉食性的鸟类不一样 通常它们不会将食物带到巢边处理 而会在巢外将食物处理好 含在嘴内才带回巢中喂给雏鸟 而喂除鸟的食物 则留在原地或找地方先除放 等喂除鸟后再回来继续处理食物 而吃不完的食物 并会将它储存起来 这种将厨房放在外面的方式 其优点是不会把炒弄脏 也成功地避免了掠食者的注意